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 这段时间 今次又是我许乐山 一个人回来录节目继续和大家聊聊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721元朗暴动案》 或者有些人听到我们说 叫暴动案 会不是那么喜欢的 就说我们是保卫家园 所以才要这样做 这个保卫家园的角度 我今天在台湾的媒体都有看到 《元朗站》这个事件的报道 挺有趣的 我们待会可以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台湾看到的角度 究竟是怎样 无论就算是保卫家园 始终我都是想跟回法庭方面的说法 以及警方起诉的时候所用的罪名 这个很重要的 早前也说过 有一个白衣人在深圳湾回到香港之后 没多久都被捕 今天终于提堂了 今天案情究竟怎样说 案情有什么揭露呢 这位仁兄 63岁 姓程 被控一项暴动罪 以及一项有意图伤人罪 控方指出的案情是怎样的呢 被告当日穿着一个老虎图案的白衣 厉害呀 虎哥 还有戴有一条皮带 在皮带上面有一个龙的图案 是不是龙的皮带扣 即是套笋的位置 说他进入元朗西铁站的付费区里面 用手势指示白衣人上月台等等 现在暂时就无需答辩 控方也申请了把案件押后到 下个星期四19日 让警方可以作进一步调查 以及有一些应人手续都需要处理 当然裁判官也批准 辩方就没有申请到担保 正程的这位男士就要被警方继续扣留调查 说回一些详细的案情是怎样的 大家都知道发生的日子 2019年7月21日的晚上10点48分 加起来整天人不少过50人 很多人都穿着白衣 还有手持木棍藤条等等 就在这个元朗西铁站付费区之外就在那里聚集 同时也有一班穿着黑衣的伙子就在这个付费区里面 我想这个画面大家应该见过很多很多次了 即是林卓廷在这个集里面和人大喊 我叫警察来的 够胆你不要走X街 互相指马 隔着那个受费区内和外去对峙 案情也说到的 这两批人都在起争执 之后就演变成这个叫做暴动 我们听到这一句都很值得去试美一下 两批人争执之后演变成暴动 即是两批人都在暴动中 那两批人呢 其中当然就包括了这个林卓廷在内 哇 正在我们都热切期待 这个林卓廷到时被控暴动去上庭的时候 究竟呢 控方对这个案情是怎么去描述呢 我想会有点像是这一单的 倒回来 所以为什么今次拿这一位 63岁姓程的白衣人的案件出来说呢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留意到 他们一开始在争执的地点 就是应该就是林卓廷当时在那里指码的 和起哄 什么水龙头 吹吹吹吹吹 又玩烈火桶等等那些东西 里面也提到 白衣人首先攻击黑衣人 就用木棍藤条和杂物狂扔 抽击什么也有 之后黑衣人扔水瓶 和用消防喉管射水回应 咦 记得了吗 就是林卓廷那谈话 已经变成暴动 如果这个63岁姓程的男子 如果他真的起诉被定罪了 换言之 林卓廷被定罪的成数 都是极高的 那再说下去了 大家应该都很记得这一幕了 就是后来白衣人 就冲进一个付费区里面 当然当然没有拍八达通 也没有入车票 就这样跳过去 然后就去到月台和这个车厢里面 继续踏过 后来列车在晚上的11点45分开出 再说到被告当天穿着老虎T恤 长裤 黑色长裤 当时他也是没有戴口罩的 所以片段也很清晰拍到他出来 他其实晚上八点多钟左右 已经在元朗的某些地方 已经在那里走来走去 到了接近晚上11点 就有白衣人在付费区用拳头 开始砌人 也有拿起木棍形状的东西 就向一些男士打过 大概两分多钟左右 白衣人再攻击付费区里面另一个男子 被告也都用藤条去襲击那个男子 打到晚上11点06分 这里就说到被告用手势指示其他白衣人 冲进去付费区里面 还叫其他人上月台 大概一分钟左右 被告就离开付费区 去到白衣人 在大堂那一组组织 最后被告在晚上11点14分 就离开了港铁斩 当时他仍然手上 都拿着一条类似藤条的物体 闭路电视可以看到 当晚有五十多人 不断狂打 打完之后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受伤程度 那控方继续说 警方透过片段找到被告人的身份 也都知道他去年6月26日就离开香港 没有几天前12日就经过深圳湾 回到香港 同时间也被捕 警方找到什么来做手证 就检取了他的手机 还有当时穿在身上的皮带 就作为这个叫做证供 不知他当时是否还穿着皮带扣的皮带 那一谈721里面 警方 到今时今日 拘捕了纠缺万人就63个 48个白衣人 15个非白衣人 就有黑衣 有其他平民百姓的造型的人 不顶 那么现在最终落案起诉 就是15个人 包括8个白衣人 和7个白衣人 早前 就已经在区域法院被判暴动罪等等 就已经是聚成的了 说回一些在台湾地区看到的媒体 如何报道这件事呢 有拍一些在7月1号的时候 究竟他们在元朗站打成什么 一般人都不太理论 究竟是什么黑衣还是白衣 就是觉得为什么会在港铁站打获劲 而媒体如何报道 昨天的街站 就拍过街站的那个阿伯 昨天到今天的焦点都是在那个阿伯身上 我有份打的 这个阿伯身上 现在暂时不知道这个阿伯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着草还是什么 应该就不用挂 就说有些白衣人的支持者 就沿路就向图人发放这个传单 就说了 批评白衣人的暴动案里面的主身法官 说他颠倒是非黑白 本没倒子 有偏见的既定答案 就说这个是世纪冤案 似乎就有太夸张之嫌 你说什么颠倒是非黑白 那你又再去上诉 如果你觉得是这么颠倒是非黑白 其实上诉还有没有效呢 这里是一件事先 他们在传单上写些什么呢 他们的角度来看 怎么叫做保卫家园呢 为什么要去到元朗站保卫家园 他说万一如果那些暴徒失控 攻进村里面 乱扔汽水榴弹子 乱扔玻璃瓶 拿着锤子 遮阻 一些大杀伤力 的武器等等攻进村里面 到时就会造成非常之严重的破坏后果 所以就令到被告 即是村民被逼奋力守护 去到元朗站 截住他们 那当然 媒体也拍到一些人 就说支持白衣人 怎样怎样 值得伸冤 又说七年太重了 不过也有路过的人 就搏斥 就说你们 你们这样叫保卫家园 别说得那么好听 那两边都有不同的意见 都在媒体上 都有说出来的一件事 究竟是怎样的 现在其实我们听到法庭 已经说了在闭路电视里面 已经见到当时 现在最新的 这个63岁的被告 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很难说他就路过了 他有没有什么带头的作用 还是怎样的 这个真的要等警方 和一些有关于认人的步骤 要做到之后 我们接下来 在法庭才看到究竟是怎样的 最后都想说 其实这案子真的 觉得是 挺可惜的 为什么要自己搞成这样呢 是不是真的 逼得你们这么紧要 去这样来到保卫家园呢 是吧 而我们在当日看到的黑衣人 又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欲呢 说那个目标就是 他们所说的那条村呢 不是说帮着那帮暴徒 我们要看整件事的事实 和那个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是不是 他们说进来挑机 或者进来找大家聊聊天 进来元朗玩 什么的 通常他们都是这样的 他们不会说到明 直接自己做什么的嘛 例如想去商场搞事 就和理shop 去机场搞事 就和理飞 他们是这样的嘛 这样玩的嘛 怎么也好 总之呢 你动手呢 怎么都不对的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一宗案 究竟就审判成怎样了 两方面都要看 不过怎么也好 这一宗案呢 这个白衣人 他的情况 很明显就会牵动到 来着林卓廷的案件的 那大家拭目以待了 这次我们暂时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